12月20日 功名富贵之前退让三分 何等安然自在 仍我是非之前忍耐一些 何等悠闲自得 观自在是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名号 意思是说 只要你能关照自己 你能认识自己 你就可以自在了 自在 自在 自在处处求 原来只要我心自在 一切自然就都能自在了 一个人如果能够拥有世间的财富名位 而又能够自在 当然最好 如果不能与其拥有而不自在 何必拥有那么多呢 人生世间 所图的 不就是一个幸福解脱 快乐自在吗 所以 人生的意义 能在自在中生活 最为成功 你在人我是非之前能自在吗 你在功名富贵之前能自在吗 你在生老病死之前能自在吗 你在因缘果报之中能自在吗 你如果活得不自在 再多的事业 再多的财富 也只是增加负担 增加束缚而已呀 你如果能在 撑 机 毁 欲 利 衰 苦 乐 的八风境界里 都能不为所动 你自然就能自在解脱了 那个时候 你不就是观自在了吗 文思修 人生的意义 能在自在中生活 最为成功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有声书香 这种感觉 都能在尽量 忍耀